台湾公事听海勇与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为何要强奸杀害台湾历史 从黄志贤投书及连于寒 为何领事太太一定得死 谈起黄志贤 听海勇捏造台湾人的假历史 批刀演孙建衡篡改历史 污蔑卓还来 卓被日本人虐杀 却被写成报复监视员的小人 其实饰演其夫人连于寒 为何领事太太一定得死 之论于使博物馆展出听海勇 这显示台湾文化恐怖 这是一个系统性强奸 杀害台湾历史的过程 从台湾政府花费巨资 到历史博物馆 集体协同认知作战 让现在的台湾文化 污染台湾过去历史 简单说 听海勇导演孙建衡 在报道者网站战争里 谁不想做好人 听海勇影集 面对台湾二战战犯审判的历史 辩驳报道中就指出 既然是历史 故事的创作 便夹杂住真实人物的经历 相关论述整理的该影片 几个主要参考几个人物 值得讨论一下 分别为 柯景星与中华民国 驻北婆罗州领事卓华来 卓华来的夫人赵世平 还有台湾战俘监视员柯景星 上述报道者网站作者 阿波 有略微介绍上述三人 主要是引用龙印台著作 《大将大海》1949 我们可以看到记者阿波 极其不屑地说 龙印台提了几笔台极战俘监视员 但光记者阿波引用的字数 就有200多字 可能记者阿波认为 龙印台应该为台极战俘监视员 写个几百万字巨著 那才不是提了几笔 龙印台有亲自与柯景星访谈 相关历史也建筑许多学者研究 我2009年前读过后 就印象深刻 也陆续写了多篇读后感 我当然也看过一堆台极战俘监视员 盟军战俘的书本 我甚至亲身跟在金瓜石战俘营 幸存归来的英国战俘 讲过几句话 记者阿波极其不屑地说 龙印台提了几笔 还真是有够不屑附带议题 龙印台所谓提了几笔 在大江大海 1949一书第六部 《福尔摩杀的少年》部分 写了一堆 第59节为兵变俘虏 就访谈了他们 总之简单介绍几人的关系 柯景星是曾被判死刑的台极战俘监视员 中华民国驻北婆罗州领事卓华来 在战争结束前 就被日本人虐死 卓华来夫人赵世平 在战俘营的恶劣环境中 独自抚育两个幼孩 柯景星省下自己的佩忌 用香鱼换取鸡蛋 暗自救济牢里的赵世平母子 赵世平深怀感谢 要求后代务必要报恩 卓华来女 后来从美国飞越太平洋 到彰化拜访十年九十岁的柯景星 三个月后 柯景星过世 我身边并没有龙英台著作《大江大海》1949 但我有找到所谓记者阿波 极其不屑地说 龙英台提了几笔的讨论介绍 龙英台从该书336页以下 有包括柯景星 蔡新宗等多人访谈 还用电子邮件访谈了 亲遇过台籍战俘监视员的盟军战俘比尔 这些关于战争的讨论 还持续到第四百页 而且龙英台甚至还从比尔死里逃生的经历 问他有没有可能 是这几个福尔摩杀监视员 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而让比尔有了对福尔摩杀监视员 有了同理性的回复 这就是记者阿波极其不屑地说 龙英台提了几笔的部分 为何我介绍这么多记者阿波 极其不屑地说 龙英台提了几笔的部分的相关讨论呢 因为经过听海勇编剧蔡宇芬的改编 明明蔡宇芬就看过李展平 以战俘盈为主题的前进婆罗洲 台籍战俘监视员 以及多相关论述 听海勇编剧蔡宇芬 就应是要改成相反结局 报道引述如下 编剧蔡宇芬 想起当年在中山堂发想的那个帅东西 那是个有历史 阴谋 冲突与大时代场景的帅故事 于是 他开始寻找二战资料 并从中战那一天 这本《非虚构》作品中 知道台籍战俘监视员的存在 之后 寻现阅读了文史作家李展平 以战俘盈为主题的前进婆罗洲 台籍战俘监视员 读着读着 我心里浮现了一个画面 台湾人在战争时 面对日本军官 战争结束后 在同一个场域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他们却面对着一群澳洲检察官 蔡宇芬尝试将柯景欣与中华民国 驻北婆罗州领事夫人的互动 改编成短片剧本 主角已于换取鸡蛋 暗自帮助这位独自抚育婴孩的母亲 故事最后 则以法庭审判作为收尾 只是在这个短片剧本中 主角结局与柯景欣本人境遇相反 本判决没有被改变 仍是死刑 短片主角最终克死一箱 简单的说 就是好心没好报 蔡宇芬下了个结论 而后 他们再将这个 以台籍战俘监视员 中华民国领事夫人 和战犯审判为轴故事 改编阔写成以迷你至极 听海勇引述到此 所以 回到一开始 黄之贤在忠实投书 听海勇捏造台湾人的假历史 批导演孙建衡 我个人认为不能 也不该完全归咎 听海勇导演孙建衡 这是因为听海勇编剧蔡宇芬 要弄一个有历史 阴谋 冲突与大时代场景的帅故事 所以 他要把台湾历史弄成大便 一 真实台湾历史原型的台籍战俘监视员 柯景星 虽被判死刑 但没死 还活到90岁 中华民国 驻北婆罗州领事夫人赵世平 非常感谢他在战俘营的帮助 甚至交代后代 必须感谢 也真实 在柯景星90岁时 见到面了 听海勇帅故事 则改编成主角死亡 简单的说 就是好心美好报 是听海勇 听海勇导演孙建恒 听海勇编剧蔡宇芬的终极核心价值 二 黄志贤等人 批判听海勇捏造台湾人的假历史 指出中华民国 驻北婆罗州领事 着还来 于战争结束前已被日本人杀害 黄志贤 泛凯的说 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居然被孙建恒改编成一个猥琐 为求狗活 投降日本的小人 汉奸罗靖福 这罗靖福 还为了报复台湾人 向日本打小报告 就其原因 就是听海勇编剧蔡宇芬 要搞一个帅故事 所以历史真实 也必须为其意识形态服务 听海勇编剧蔡宇芬的帅故事 或听海勇导演孙建恒所谓 你要理解 你自己认同是从何而来 你可以试着理解 别人的认同是从何而来 就完全建筑在现在的台湾文化强奸强暴 过去真实台湾历史的基础上 好心没好报 让听海勇编剧蔡宇芬觉得是帅故事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听海勇 进一步说 因为要帅故事 活人要去死 并且必须好心没好报 这才是文化部长小野大赞 听海勇 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相 最后来介绍饰演中华民国 驻北婆罗州领事夫人 赵世平的演员 连于寒 怎么看待这个故事 报道提到 连于寒一开始不停追问导演 为什么他不能活下来 他说道 我是个求生意志非常强的人 为了小孩 我一定会想办法活下来 一直以来在各个时代距离穿梭 我基本上都是会活到最后 但最后连于寒明白 他说在听海勇里 这个死亡没有被看见 无论在战争还是人生中 这故事是我会一直想要重看的 这个非常台湾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谢谢公事 让我一直在时代距离穿梭 因为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重新知道 我们生长的土地 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又多么的美丽 由报道可知 饰演中华民国 驻北婆罗州领事夫人 赵世平的演员连于寒 虽然自以为这是我们的历史 但写成 被先后杀而死的领事夫人 其实没有相关经历 并且感谢后来还活着的柯景星 连于寒你 不但没有 重新知道我们生长的土地 反而还被洗脑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听海勇的认知作战无比成功 这就是台湾文化部部长 小野 李远 热爱的普世价值 更洗脑的是 根据联合报 台史博X公事 联手在线听海勇战俘 监听原始与二战杯歌 报导内文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简称台史博 与公共电视合作 特战以时代大戏 听海勇历史与剧情为主轴 透过二战下的台籍战俘监视员角度 剧中道具和影音剧集片段呈现 带领大家回望 那段显为人之战情杯歌 留下殖民政治下的国家 认同意识和历史记忆 特展自己日起 开放参观至2025年6月8日止 报导有几句话 就可以证明 现在的台湾文化 如何透过帅故事 去强奸强暴 真实台湾历史 一 台史博馆长张龙志表示 《听海勇》剧集 是关于台湾史的重要时代剧作品 很高兴能与公视团队合作策划此次特展 帮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历史 二 记者在报导结尾说 欢迎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不只要收看《听海勇》电视剧 也欢迎到台史博 重温戏剧场景 认识戏剧外的真实历史 我只问台史博馆长张龙志 该展览有说明 《听海勇》的真实原型 林氏夫人与柯景星的真实境遇吗 你们有列出记者阿波 极其不屑 龙印台著作《大江大海》1949 提了几笔的讨论吗 提了几笔篇幅不大 取得授权不难吧 我没办法去台南看这个特展 但如果该特展没有揭露戏剧中演员原型 如林氏被日本人屠杀 柯景星活到90岁 并且被领事夫人赵世平主妇后代 必须感谢 那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就是协助台湾文化强奸 强暴台湾真实历史的共犯 这个展览就会代史 读音为代赛 台史博成为台湾假历史博物馆 Blackjack 2024年9月26日 而国立台湾调藏历史博物馆 然后 Coming to healthcare scrip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